字幕秀川 李宗盛 字幕秀川 李宗盛 字幕秀川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又回来了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些杂物片 就是我买的一些装饰房间的东西 以及平常拍照的时候会用到的东西 那今天就三支影片都是一样的衣服 因为我同一天拍 就是拍一拍我可以赶快收起来或是送人这样子 好!那就話不多說我們趕快開始吧! 那我們先從就是我在一間3Coin買的東西 它都是幾乎都是300塊日幣 然後第一個是這一個便當袋 它長的蠻可愛的 然後它裡面是就是有寶兵的效果的那個內力 因為它的底比較寬 所以放得下我的那個便當 因為之前買到的都是底太窄 就是只能放那種真便當的那種鐵便當 因為我的我現在都是帶那種玻璃的保鮮盒 所以它比較胖一點 然後它前面就有寫說 Let's take a coffee break 蠻可愛的 這也是300塊錢 這間不知道為什麼沒有免術 我是在台廠的3Coin買 我現在都先講同一間店的 這一個是行李包 它超可愛 它只要150塊 它可以這樣煮菜開 它就會變成這樣 它超可愛 它是熊熊的 完了 熊熊的 有看到吧 超可愛 肥雞熊 然後它就是這個袋子就可以收在裡面 可以做一個小暗袋 它就可以變一個這樣子 我還有另外一個花色的送我阿嬤了 我懶得去拿 就是一樣的東西 它就會變成這樣 變成開大 它蠻大的耶 我覺得可以放到五六件衣服沒有問題 然後它真的是超可愛的 而且還很好收 好 這一個是150塊 我覺得應該再多買幾個 再來是一個很棒的東西 龜藻圖的杯墊 超可愛 然後上面有寫說 Have a good day 這是龜藻圖 白色的 因為我平常會喝水 喝冰水 或是喝抹茶 放在桌上都會濕濕的 所以我很需要一個 然後我之前救的是 我們學校的那個 然後都有點髒了 想說買一個回來放 會買一個送我的男朋友這樣子 再來我覺得這個東西很好笑 它就是 一個 很類似沾板 我想說之後可以拿來拍照 上面有一些很可愛的美式圖騰 就是文字阿什麼的 就是它還是300塊錢 它還蠻可愛的 就是可以放東西阿什麼的 就是一個這樣子 這麼大 再來這一個呢 它很特別 它是一個六角形的鏡子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我是想說我可以把它拿來 放一些保養品阿或者是 怎麼樣 就是有點像這樣子有沒有 之類的 不一定要掛起來 它後面也可以掛起來 然後或者是 它這個後面都可以就是把它弄開 我也沒有用過耶 就是先不要動它 這邊有掛鉤可以掛在牆面上這樣 然後就是蠻可愛的一個 然後它的邊框是這種 就是刷白刷金的這種設計 所以就是買回來了 現在它很佔空間 Green Coins的店就有差不多這樣 再來是在台廠的一間 好算了我找不到 這個東西 這個盤子 它上 它那邊有很多個這個盤子 然後上面都有不同的文字 然後選的是Good Day 然後 Have a nice day Enjoy it 喔它的品牌在這裡 這家是家室店吧 就是裡面有賣超多超可愛的家室 裝飾用品還有爆棧阿什麼餐具 什麼都有 就是蠻好逛的 它在三井Outlet裡面 就是有這個 然後這才200塊日幣 我覺得超便宜的 所以我就買回來了 很可愛 OK 然後藥妝的部分其實 藥我都是幫別人買的 然後我這次幫我姑姑買這個EVE的頭痛藥 你們應該去日本都會買這個東西 然後它有分很多種 然後這個是大盒的40訂的 它還有27訂的 再來是 我先講 鞋子 我在台廠買了一雙愛迪達的球鞋 雖然說這是男生的鞋 但是我覺得超好看 但是我覺得超好看 所以我就把它買回來了 我們開一下 這樣子 從這樣子 它是墨綠色的 然後就是 側面超好看 我買最小號的是25.5 是有一點大啦 但是我覺得蠻舒服的OK 就是有一點大啦 就是其實我是穿25 超好看 它是沒有免稅 大概是10200多塊日幣 我覺得還OK 所以我就買了大概27 我覺得很喜歡 而且它這一款是跟ABC Mart 就是限定款 所以我就買了這一雙 應該是不會撞鞋吧 因為是日本買的 然後又是ABC Mart聯名 不知道台灣有沒有啦 然後還有一個我在三井Outland買的 這一個 MK的皮甲 就是因為我之前有一個皮甲 我把它換 換過來了 然後之前是Cafe 然後長得很像 就是一樣 就是這種 零格紋防刮紋 然後這是Logo 然後之前那個是兩面開 然後很多卡架 這個呢是這樣子 它是這樣子 然後裡面是錢 就是大概是這樣子 我的駕照什麼一些卡 都在這邊 身份證或是健保卡 就是我覺得還蠻有用的 然後後面 後面就是放零錢 我覺得這個錢包還不錯 因為我進去的時候 有一些產品都在打對折 打對折那個 你一進門還會有 工作人員拿給你八折的卷 所以就是五折再八折 所以這一個錢包才一萬塊 因為我還免稅 所以我覺得超划算 只是說就是 在日本買東西有點麻煩的是 如果說你是免稅 它會現場幫你包起來 你都不能拆封 我覺得很奇怪 真的很麻煩 因為如果說你一次買很多 又沒有這樣分妝的話 就會很麻煩 你就會很難塞行李 就不能擺自己想要擺的狀況這樣 但是前面我超喜歡 超級喜歡 下一個 接下來就是吃的 它大部分是在 輕盈的銀座通 一些地方買的 我有點忘記了 第一個呢 是 我買 我買很少吃 第一個就是這個 起司餅乾 我還沒有吃過 不知道好不好吃 我只是看我小阿姨拿了 我就拿了 而且它看起來蠻可愛的 所以就是這兩個 再來就是鮮貝 那時候呢 是 三包1080 鮮貝 這是 我覺得還蠻好送人的啦 三包1080等於 兩百 七八十有三包 我覺得還OK 一包一百出 而且就是 我去的那個地方 叫什麼有點忘記了 然後就是 因為我是跟團 所以有點忘記 大家不要介意 好 那就是 這樣囉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囉 那謝謝大家的支持 那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囉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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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囉 我們下次見囉